對他其實真的是補充教材 然後我至少就我的感覺是 因為我自己曾經也有 就是參與一些教科書的編輯工作 很長一大部分是他們只能編就是 被確認的事實 比方說幾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由誰誰誰帶領之類的 所以他基本上只能講一些歷史事實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如果有學生有一些很好奇說 這件事情到底為什麼會發生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套書倒是真的是蠻有用的 他主要是在提供別人一個問為什麼的機會 而不是說就不只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還包含的為什麼它會發生 所以就是他就這一整套書就是歷史的轉換期 就在講那個變動的年代裡面 其實人們是怎麼想著怎麼看這個世界 然後他們的世界觀又怎麼引導他們去做出了這樣子的行為 我自己覺得是這個樣子 那我的想法是說這套書其實 故事性的東西比較少 就是合理的事情 但我覺得他對於教告 之所以我們說他會用在高中教師的補充教材 這跟整個課綱的變化是有關係的 像我剛剛前面第一個跟妳講 就是我們其實歷史課也需要提供一個前瞻性 就是需要提供一個未來會怎樣思考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怎麼樣教學生 那相對於也是既然我們未來都會生活在科技的孤島 那妳就需要去突破這個疆界 那妳也需要這樣適度的眼光 所以反過來在歷史課的課綱的改革上 其實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呼應這樣的需求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其實日本已經行之有年了嘛 所以很多的課綱的改革都跟日本這樣是有關的 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拜師學藝這樣概念 所以我們也看看別人怎麼說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說 這作為高中教師也好 或是父母 其實我覺得父母如果興趣的話還是可以看一下 就是當妳在討論歷史實踐的時候 妳不是只有一件事情的眼光 它可能有很多 那反過來這樣的思維其實不是只有用在歷史嗎 很多事情上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我覺得除了歷史教師之外 一般人或是一般像我們這樣出社會的人 可能也都會覺得這件事情是蠻有益處的 的確因為我剛剛我也想到了 其實現在歷史的歷史教科書的改革 其實越來越從背誦這個年 就是背誦這個能力 開始轉化為思考和分析的能力 其實這也是我們大學四年正在做的事情 雖然我好像沒有做得很好 我以為你做得很好 就是其實它到最後就是分析 比方說羅馬帝國滅亡 絕對不會只有一個這麼簡單 而是各式各樣不同的脈絡 然後去思考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書 它是有提供這樣子的 就是能力的 而且就是主要是說 我們在教學現場上 課本上就像剛剛還是講 它能夠提供這些事實 那對於老師來說可能也會覺得 我到底有什麼解釋才能夠給學生 讓學生聽得懂 然後學生覺得好像是這樣子沒錯喔 不是老師在裡面亂講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對於老師們來說 應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補充教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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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